原厂件和副厂件主要就看 有没有贴品牌标志 维修保养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什么都要追求 你有个logo的原厂件 有时候选副厂件性价比 也是相当的高的 商务部2017年出台了个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它这么规定的 所谓的原厂配件 指的是汽车生产商提供或者认可的 使用汽车生产商品牌 或者其认可品牌 按照车辆组装零部件规格 和产品标准制造的零部件 潘建亮在汽车工业研究期刊上面 有篇论文分享给你 我国汽车后市场零配件 配套经营状态调查里面说 简单粗暴的给你分一下好了 戴整车品牌logo的零配件的原厂件 不戴整车品牌logo的非原厂件 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 你看配件戴不戴汽车品牌的 这个标志logo 除了假货之外 那你就能分出是原厂还是不原厂了 那么原厂件和副厂件的第一个区别 它就是配件的来源不一样 那原厂件大多数来自于汽车生产商 所以说它用了生产商的那个标志 我是大众 它带个大众logo 我是保时捷 带个保时捷logo 对不对 那极少数不贴生产厂商标志的那些原厂件 也是受到汽车生产商认可的 那2005年的时候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出台之后 市面上也只有汽车生产授权的经销商 才能拿到贴着汽车品牌标志的原厂件 图画叫做只有4S店拿的到 那虽然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 已经在2017年的时候 被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取代掉了更新过来 那么刚才提到的那个情况 总体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你要带logo的 你要原厂件你就得去4S店 那么简单的讲 外面卖的所谓的原厂件 就几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通过灰色渠道流出去的 哎呀 你这个你要不拿去帮我卖卖 还有一种呢就是 它是从其他车子上面拆下来的 这个车子有可能它是走私的 或者说是二手的 很难说清楚 但的确是原厂件 那剩下来的有可能 除了刚才那些情况之外 它是假货 那么副厂件呢 它就不需要经过汽车生产商认可了 这配件生产厂 它是可以自行生产销售的 所以说来源就比较博杂了 那什么一线大厂生产的配件 它叫副厂件 三五小做方生产的配件 它也叫副厂件 那来源不一样 原厂件和副厂件的价格 自然相差是很大的 月尾在《国际商报》上面有文章 汽车零部件价格乱象的 背后上面讲到过 这原厂件在零部件供应商 再到汽车生产商的这个备件部 它有一道加价嘛 它要赚钱的嘛 对不对 那配件中心再到4S店 又要赚钱又一道加价 两道下来 一般原厂件的价格 比市场渠道高个10%到20% 而且呢 依这个品牌价值高低 它价格也是有高低的 有些品牌价值很高的那种豪华车 超过20%也不是没有 这就好比说 同样是番茄炒蛋 对不对 你普通的沙县大酒店的番茄炒蛋价格 和我们这个某FC的这个炸鸡排 那个这个番茄炒蛋的价格 它有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你要是五星期酒店 你跟他说我要一个番茄炒蛋 厨师还专门要给你去找什么 有有机番茄了 现在你看这母鸡直接把鸡蛋拿出来 这有可能就是5000块钱 一个番茄炒蛋了 对不对 那都是番茄炒蛋 那么如果再算上4S店 相对比较贵的 公司费和服务费这么叠在一块 价格差距就更明显了 隐晖中发表在汽车与配件期刊上面的论文 上海个人车主维修保养调研报告上面 有个数据的 保险承担费用的试固车维修 那71%都在4S店 平均费用3949块钱 而相对的自费承担的试固维修 则只有46.7%的在4S店 那少一点 因为自费平均费用 也从刚才的3900到现在的2089块钱 那原厂价格的确比较贵 但总的来说 那你适配程度质量比较稳定 那不能出问题嘛 对不对 那不然后我们干嘛 还要去套这个钱嘛 出问题概率比较低的 周冒杰发表在《产业与科技论坛》 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 《我国契配市场现状及治理对策》 研究上面讲 这原厂价 它在相对应的那个车型上面 它是有配套装车的 就生产制造的时候 它用的就是这个配件 那么可靠性和适配程度 都是经过验证的 出问题的概率会比较小一点 和其他配件比的话更可靠一些 那副厂价它就不一样了 它没有在相应的车上 实际的配套装上去过嘛 那好了再加上这个 那么多的供应商 那么多的生产商 这个配套的这个程度 它质量本身的那个要求 它是参差不齐的 好那么很好 差的很差的 就好比是路边摊 有几家路边摊都快到百年老店了 人家都慕名而来 从城西一直开到城东 就要去蹲在人家门口 吃那碗拌面 很好很不错 但也有一些路边摊 你那边吃了 你别说好吃不好吃 第二天去医院了 都食物中毒了 他肚子好难受 是吧 有点像是这样的味道 路边摊我们不能一杆子打死 副厂件我们也不能一杆子打死 有好有坏 也是客观存在 那么虽然原厂件的质量适配程度 相对副厂件 的确更好更稳定 那么价格放在这里了 有没有必要什么故障 都去CS店追求原厂件呢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那刚才提到的 上海个人车组维修保养 调研报告里面的数据是这样的 在较高价值易损件 比如说什么轮胎机油等等这种 三分之二的人 是选择有品质保证的副厂件 你比如说雨刷之类的低价值易损件 选择稍微又更随意一点 只有什么刹车片这种安全类易损件 选原厂原配的这些配件的朋友 才更多一点达到了74% 对吧 那也就是说 除了安全配件之外的易损一号件 轮胎 机油 雨刮 滤芯等等 你只要品质够好 价格相对又是比CS店便宜不少 虽然叫做副厂件 但其实也就是个logo没印上去 你品质是有保证的情况下 的确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那比较方便的这种办法 就是网上面搜一下我自己的车型 用多少尺寸的雨刮 什么类型的 原来它生产的时候 是哪个品牌商代工的 我这个是奔驰 我这个奔驰原厂装的 就是那个博士的雨刮 那我直接买博士雨刮好了 你不因奔驰logo怎么会变差 好用就行了 这雨刮上面就一条黑乎乎的 上面有个logo我还下车去看一看 没必要质量好就行 原厂它本来就是博士提供的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是在确保品质的同时 我们还能降低我们的费用的 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网上面查一查就可以了 机油也是一样的 这个4S店的 说说印在那边是日产 但日产它其实是让这个鞘牌 帮它生产的 我直接买鞘牌有错误了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只要产品本身品质是好的 你这个机油不买4S店 带个logo的 其实也是问题不大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